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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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力学实验 比重剂试验 實验器材介绍 本实验所需使用的器材如下 1000cc大量桶量管 橡皮塞一个 温度剂一支 比重剂两支 型号ASTM152H 烧杯一个 100cc量杯一个 石一个 洗瓶一支 抗磷剂 搅拌磅一支 搅拌机一台 取过10号塞支器杆土80克 电子秤一个 漏斗一个 计时工具一个 蒸发敏一个 实验步骤 实验事前准备 将土壤倒入10号塞过塞 取得过塞土壤80克 以电子秤秤取4克的抗磷剂粉末 加入蒸馏水96克 调配出4%抗磷剂溶液 并以搅拌棒搅拌至量杯中无颗粒 将土壤和抗磷剂溶液 倒入搅拌杯中 并置入搅拌机 启动搅拌机 约5分钟 将土壤与抗磷剂混合容易 倒出并静置一天 比重剂分析 秤取4克的抗磷剂粉末 加入蒸馏水96克 调配出4%抗磷剂溶液 以搅拌棒搅拌至杯中没有颗粒 将抗磷剂溶液倒入大量桶 并加入蒸馆水至1000cc 并放入比重剂 至此完成校正量桶的设置 在大量桶上放置漏斗 将先前准备好的土壤加抗磷剂溶液 以洗瓶洗入 并加入蒸馏水至1000cc 以橡皮塞塞住悬浮液2桶瓶口 确认塞紧后 计时1分钟 一手握紧瓶底 一手压紧橡皮塞 以稳定的速度上下翻转2桶 使土壤与抗磷剂溶液 再次混合均匀 1分钟后 将2桶放下并取下橡皮塞 迅速放入柄重剂并开始计时 比重剂放入两桶时 需轻轻地缓慢地放下 绝对不可以从高处直接松手 以避免比重剂直接撞击两桶底部而破裂 放入时有感受到明显浮力时就可以放手 如果放手后 比重剂在两桶内大幅度震荡时 请将之取出重新放入 读取读素时 待比重剂稳定后 眼睛平视水面 水面对到的刻度极为要读取的读素 每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一 二 五 十五 三十 六十 八十 一百五十分钟 计入一次悬浮液比重剂毒素 校正两桶比重剂毒素和温度 湿塞 比重剂分析结束后 将悬浮液倒入两百号塞中 以洗瓶冲洗枝 至两百号塞以下的土完全滤过止于出料 将塞中出料洗入蒸发皿中 并放进烘像中烘干 进行筛分析实验 将实验数据汇整 计算 便可求出此土样的粒径分布曲线